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地段比较好吧 开业以后这里几乎天天都是客满 然后八哥把他们请进了敌厅 可是小B刚走到门口就开始头晕目眩的 很明显这家敌厅里不太干净 可是八哥九哥呢并不太相信这些 于是小B自行回去休息 他们几个人则进入敌厅里开始happy 你还真别说啊 这里的人还真不少 八哥说看到没有 真的是生意兴隆了 小B居然还说我这里不干净 然后八哥听说美容院的生意不太好 于是就让他们在这里发传单吸引顾客 可是这个敌厅里的人都比较怪异 居然还有人问他们给不给死人化妆 出病的生意你们接不接 等等的各种吧和死人有关的生意 转天郑先生根据他们发的传单来到了美容院 他说他老婆前两天被烧伤了 希望阿新可以去他家里给他老婆做下美容 当然呢 在钱上肯定不会亏待你的 阿新一想只要是有钱赚去哪里都行啊 可是从店员阿敏的表情上来看 阿敏好像是很害怕郑先生 然后阿新来到了郑先生的家 简单的闲聊了几句后就开始给郑太太做美容了 阿新的手法呢是很不错的 美容后的效果郑太太也是很满意的 这时佣人花姐端上来了一碗面 阿新说自己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面 很Q很滑而且很有嚼劲 可是镜头一转 阿新吃的那碗面瞬间变成了一碗蛆 然后在阿新临走时 郑先生还给了他一万块钱 于是阿新大包大懒的说 你老婆的事情就包在我身上吧 我一定会还她一张美丽的容颜 转天阿敏发现 阿新好像是被郑太太给鬼附身了 同时郑太太还警告他 你不要多管闲事 吓得阿敏是什么都没敢说 晚上小B为了证明这个敌厅里不干净 就给他们几个人开了阴阳眼 这下呢可不得了了 他们发现这里的人都是鬼 简直就是到了阴间一样 到处都是鬼魂啊 后来经过问询巴格得知 他们开业的时间正好是鬼节当天 鬼魂们认为这家敌厅就是给他们开的 所以鬼节过后他们也没有回到阴间 这只阿琪也发现阿新有一些不太对劲了 他的书包里装满了鬼钞 而且说话还怪怪的 后来经过小B问询阿敏得知 原来郑先生一家人在多年前就已经去世了 他们死于一场火灾 小B感觉这些事情必须要请龙婆亲自出马 才可以解决 龙婆来到以后 简单的了解了一下事情的经过 他说鬼魂现在不知道鬼节已过 咱们只能是人为的关闭鬼门关 让他们回到阴间 可是如果做的不好的话 咱们几个人都会死 这时阿新也走了出来 龙婆一巴掌下去就给郑太太的鬼魂打了出来 然后龙婆问他 你是不是答应别人什么事了 或者是收了人家的钱没有帮人家办事呢 阿新想了想好像就是郑先生那码事吧 龙婆叹息道 你的事情咱们以后再说吧 现在咱们去解决狄厅的事情 然后他们来到狄厅 龙婆开始布阵 正当鬼魂们玩的正嗨时 龙婆大声喊道 现在严时已到鬼门关闭 你们各回各家 各找各妈 不要在此停留 此时狄厅的安全出口也变成了鬼门关 鬼魂们陆陆续续的回到了阴间 这时郑先生的鬼魂来到了他们的面前 他说阿新答应我的事情还没有办到 可在龙婆的阻挡之下 郑先生也只能先离开这里 然后龙婆告诉阿新 你答应的事情就要自己去解决 我可以帮你一时 但我帮不了你一世 你老老实实的去给郑太太做美容吧 不管他要你做什么 你只要照做就好 后面的事情我会帮你搞定的 于是阿新又来到了郑先生的家 因为这次他知道了郑先生一家人都是鬼 所以他的手在不停的颤抖 郑太太说啊 你今天的手法不行啊 来你坐着 我来给你做个美容 你看看我的手法 然后他们整骨了一下阿新以后 也就离开了这里 影片的最后 这个别墅变成了坟地 郑先生说啊 谢谢你治好了我老婆的脸 我们很感谢你 现在天快亮了 我们也该上路了 到此影片结束 其实金阳路的后续作品吧 几乎都是围绕着 逼人和逼迹来发展的 一般情况下都是他们出来惹事 龙婆出来平事 而前七部作品 主线几乎是围绕着古天乐 好像在前七部作品中 壮闹症和一键发财 我还没有介绍过 一会儿我查一下 如果是没有介绍过 回头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 咱们下个恐怖电影见